盖洛普日前发布了2018年关于歌手的民调结果 2017年就非常大事的防弹少年团在2018年继续红红火火 不仅欧美市场开拓得非常好 韩国本土市场也是牢牢把握住 本次盖洛普歌手榜单取得了一位 恭喜防弹少年团 年度歌谣五首歌曲中爱豆歌曲有三首 其中防弹少年团入围两首 并且有爱豆喜好度 榜单上七名成员入围六名 这是单人国民度的认证 果然是大事中的大事 其中朴志明为一位 并且得票百分比在团队内一起绝成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